作词 李宗盛 有人道主义者指出代孕草案侵犯人权 施里乐医院成功研制爱博拉病毒抗体 准备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帮助感染者 香港示威者要求梁振英下台已发最后通牒 一名女子因整容失败选择自杀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日新闻 我是张璐 今天是2014年10月2日星期四 农历9月初九 我们在曼谷的演播室向您问好 来看新闻的具体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 在今天早上 总理巴育上将在国务院内 热情迎接了日本外交部助理部长的到访 今天早上9点30分 泰国总理巴育上将在国务院内 热情接待了身为日本政府特别代表的 日本外交部助理部长 Minonu Kiyuchi 和日本驻泰王国大使馆 Chigekasu Sado的到访 因泰国从中国进口的钢筋存在不公正的待遇 从而影响到泰国的贸易平衡 另外 泰国实际上也拥有足够的生产力 没有必要进口 好 让我们继续来关注 目前正在起草代孕法草案 有人道主义者指出 代孕条例草案侵犯人权 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婴儿保护法草案 是对具有多种性别人士的不公正对待研讨会 参与该会议的人道主义者都一致认为 起草代孕条例草案 是在限制多种性别人士的权利 因为该草案的内容规定 接受实施代孕手术的人 只能是合法的丈夫以及妻子 提拉纳 甘扎纳 阿颂基金会主任 乃伊亚纳 苏拉帕表示 代孕条例草案是在阻断同性恋者的权利 并给社会民众树立起 同性恋者应该被阻断的理念 而且这也不符合个性别人士 是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利的原则 泰国的施礼乐医院 表示 该院已经成功研制出 埃博拉病毒的抗体 施礼乐医院医疗医学系主任乌东表示 施礼乐医院医疗医学系 已经成功研制出埃博拉病毒抗体 这次的成功归功于整个研究团队 一直以来坚持不懈的研究工作 此次研制工作中 也使用了新型的科学技术 埃博拉病毒抗体研制团队领导 佩旺博士表示 泰国所研制的药物与国外的区别是 体积小于国外药物的5倍 能够更好地被人体吸收 并且能够达到被病毒侵蚀的细胞内 抑制病毒在体内扩散或增加 另外还研制出了 可为感染者直接注射的抗体 这种抗体对人体十分安全 因为是使用人类基因研制 不同于其他抗体采用的是动物基因 另外由于泰国研制出的埃博拉抗体药物的数量还很少 施里乐医院考虑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 希望这些药物能够送往非洲帮助那些感染者 目前香港的示威者向香港的行政长官梁振英 发出了最后通牒 另外抗疫事件也让香港的旅游业 在这个黄金周受到了影响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这首歌是电影《悲惨世界》的主题曲 如今在整个香港都到处能听到 示威者将把这首歌用作为抗议来要求民主制度的象征 因为歌词的内容和示威者此时所面临的情形符合 示威领袖透露 举行了一个多星期的集会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还是对示威者提出的民主制度要求 采取不回应的态度 因此他们才共同到其办公室前举行集会 以对其施加压力 如果他还是不予回应 示威组织将会提高集会力量进入大楼内 而且会包围香港岛上的各个官方场所 以要求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下台 近日一名女子在Facebook脸书网页上发帖表示 在自己接受了整容手术之后出现了过敏的症状 而目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惨状而选择自杀 最近有一名女子通过个人Facebook脸书网站发帖表示 她在五爪医师那做了注射填充物的手术之后 就出现了严重的过敏症状 导致面部臃肿 为此她不得不辞掉工作 入院接受治疗 而且服用药物来治疗肿胀 但是没有见好转 所以她决定将填充物取出 为了进行手术 还向Facebook脸书上的好友寻求资助 但后来还是发生了悲剧 女孩因为无法承受自己的面部变形变样 以及痛苦的折磨 于是选择自杀的方式来结束所有的问题 得知此事的亲友们都感到十分的悲痛 并希望通过此事给那些想贪图便宜 而在吴兆医师那注射填充物的民众发出提醒 因为这关乎到每一个人的性命安全 好的 我们继续下期间段广告 上位为您带来今天的独家报道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日新闻 让我们继续来关注 曼谷市政府与曼谷警察指挥部 为了把人行道归还给民众 共同对兰康恒大学附近的人行道进行了整顿 这是曼谷市政与京都警察指挥部 在兰康恒大学附近对在人行道上摆摊 从而对行人的往来造成影响的摊贩 进行了一次整顿 曼谷市政与警方共同前往该地区 对所产生的问题进行调查 调查范围从兰康恒17项路口开始 一直延续到兰康恒65项 关于人行道的整顿 工作人员应该要理解商贩们的处境 防止商贩们把摊子摆到人行道上 同时希望能以此作为整顿曼谷 其他地区人行道的典范 无论如何 关于摊贩的整顿并不是在驱逐他们 而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更规范整齐的来进行买卖 因此希望商贩们能够积极予以配合 而通过此次整顿 民众与商贩都能更加顺畅的来使用公共道路 从报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商贩们也对此次的整顿 给予了积极的配合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的这一条 为泰国夺得第九枚金牌的阿曼达卡尔 是在女子小轮车竞速比赛中获得了第一 来看她的亲友团们是将如何迎接她的凯旋而归 47岁的阿姨暖提查讲道 阿曼达从5岁的时候就很喜欢骑自行车 而且一直都在练习 因为经常会有机会回乌龙府的家 所以为了能够与家里的亲友和阿姨能够进行交流 就练习讲东北话 从那以后 阿曼达的英语和东北话都讲得非常好 与此同时他们觉得很开心 从早上开始就想知道比赛的结果 当在电视上看到孙女获得了金牌 他们都觉得非常的高兴 因为阿曼达为泰国争得了荣誉 而且从阿曼达的母亲那儿得知 阿曼达估计在下个星期就能够回到泰国 他们觉得应该要给孙女举办一个欢庆仪式 还要为孙女做她喜欢吃的食物 例如烤鸡 还有臭鱼 母瓜沙拉 泰国巴吞塔尼府大学政治系的一名年轻老师 中了政府彩票 奖金为46万8千台铸 西瓦威老师讲到自己出生于佛利 2497年10月14日 因此她喜欢去购买伟号为4的政府彩票 在此次中奖之前 自己曾得到帕普塔奇尼拉提示 而且回想到曾经把这尊佛像送给认识的人 而佛像的底座号码为14044 于是她就在乐丹能录的牛栏区寻找彩票 已经有35年的中奖历史 而这一次拿到的奖金 她称将会拿到赫勒府 班暖塔钢寺做膳事 因为那是母亲的家乡 而在此之前 自己曾经中了333对尾号两位数奖 以及90对尾号三位数奖 而且在2013年10月1日一期彩票中 拿到1026000泰铢的奖金 好 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的这条 日本正在庆祝子弹链车新干线运营50周年 新干线是日本高铁系统的先锋 二战过后 新干线在恢复日本经济方面功不可没 一直以来都是日本人的骄傲 同时也被视为日本经济蓬勃发展的象征 新干线的安全性也能够被载入史册 当地时间6点 最先进的N700A列车 从东京19号平台出发 50年前的这个时间点 新干线列车同样是从这里首发 在东京至大阪的工业区之间穿梭 新干线对于日本经济文化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它还是世界高铁交通系统的最好典范 好 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稍回来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日新闻 让我们继续来关注 针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 打架斗殴的问题 各方都在给予关注 目前就有规定指出 针对于21所高风险的院校 禁止招收有纹身和打耳洞的学生 对于存在有打耳洞 以及有纹身历史的学生 在职业教育委员会看来 他们存在有很高的打架的欧风险 因此职业教育委员会 才向曼谷市以及郊区内的 21所高职院校下达指令称 在2015年禁止招收 具有以上性质的学生 但是高职院校内的学生则认为 打耳洞以及纹身只是一种时尚 也许看起来会有些不雅观 但是这并不能解决 学生打架斗殴的问题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 上述举措还会阻断了 这些学生的学习机会 因为那仅仅是学生的外表形象问题 对 bump是有严重的 如果我需要学生的学习 我认为我小学生质 我考虑做这种事 我认为他们可以带出 自己要学习的学习 十多年来经常见到这些打架 都问题的行政部老师承认到 禁止招收打耳洞 以及有纹身的学生 根本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甚至可能成为导致他们选择 走上错路的助推力 而如果武器越是容易购买 那学生斗的问题也将会越严重 作为21所高风险院校之一的 朗曼技术学院的校长讲到 如果要强制执行这项政策 也会去尊重 但是可能会更加具体的去使用 学院的威望以及尊严 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 就是已存在很久的问题了 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 会比把这些学生拒之门外更加重要 好的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的这一条 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颁布禁令 禁止大型超市提供一次性的塑料袋 而且从2016年的7月1日开始 便利店也禁止提供塑料袋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30号签署法令 禁止大型超市为顾客提供一次性的塑料购物袋 实行的时间于明年开始 而自2016年7月1日起 便利店 药店也禁止提供一次性的塑料袋 这项法令提倡人们从家中自备购物袋 减少塑料袋的使用 目前加州已经有超过100个县市有类似的禁令 其中包括旧金山市 洛杉矶市等大城市 各大超市的商家纷纷对此法令表示支持 因为整个州都会实施该项法令 相反的 塑料袋以及之类的生产商则是提出了反对 理由是加州的制造业生产工人失业人数将会因此增加 美国的一对夫妇批评了爱荷华州某家寿司店的服务质量太差 但是却给出了高昂的小费 马肯兹和史迪芬夫妇来自于美国爱荷华州 他俩公开的批评了某家寿司店的服务质量差 等待食物上桌近花了两个小时 这家寿司店几乎没有为他俩提供服务 夫妇良表示 进店后等了近20分钟 服务员把茶水端上桌 又等了40分钟服务员才端烂了前菜 再过一个小时煮菜才上桌 菜上全竟然花了两个小时 夫妇良用餐完毕后 接账时发现服务费竟然高达66美元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夫妇良还是支付给服务员100美元的小费 支付的所有费用竟然高过食物的费用 事后夫妇良拍下了收据作为证据 并将照片上传着网络 马肯兹表示 之所以支付高额小费 是因为他们对寿司店上菜慢并不满意 但是服务员却没有表现出愤怒 或是不礼貌的行为 他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面部表情 尽量展现自己好的一面 而且这位服务员还负责为12桌的客人提供服务 同时还负责管理吧台 夫妇良最后决定给这位优秀的服务员 100美金的小费 他俩还强调 十分了解这名服务员的感受 因为他们在8年前也同样从事过服务员的工作 好 在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来学一个新的词汇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词汇是 Coms up Nevanica 整容 三亚干 整容 三亚干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今日新闻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资讯 你可以关注他华卫视 微博 WeChat Facebook客户端 好 感谢您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老范迪 拉迪斯瓦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